这四个教育局包括多伦多地区教育局 皮尔地区教育局 多伦多天主教地区教育局 和沃泰华卡尔顿地区教育局 他们在周三向安达略省高等法院 提交了四份独立索赔声明 其中谴责社交媒体公司 包括海外版抖音、TikTok、脸书、Instagram和Snapchat 使用剥削性商业行为 以牺牲学生的心理健康为代价 来实现利润最大化 教育局还提出索赔约45亿家园 要求这些社交平台重新设计他们的产品 一项调查发现 7-12年级学生中 91%的人每天使用社交媒体 约1%的学生每天在社交媒体上耗时至少5小时 而且在过去一年中至少受过一次网络霸凌 目前美国有超过40个州和上百个学区 已经针对社交媒体公司提起了类似的诉讼 本周早些时候 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 德桑蒂斯签署了一项法案 禁止14岁以下的儿童拥有社交媒体账户 新唐人电视台实习记者初级加拿大报道